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7月21號的最新改版消息出來了 這一次的改版消息算是有把之前 三週年的一些預告還了一些了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首先就是這個吉爾塔斯會在 世界王的時候放出自己的分身 打死他會掉落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他這邊沒有想說 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那你每天也可以拿 到一個活動任務就是打死他會獲得100葉子 也就是世界王 進去之後會有新的活動 OK 接下來就是吉爾塔斯終於出現在 最新的突襲啦 這個也是目前最難的突襲 好那 上次三週年的時候他是有 預告是說吉爾塔斯死掉會掉獨特性的武器跟 變身卡 那這次也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的話他的 顏色是有點水藍色 這個是不是比晶片還厲害呢 這個我們只能明天才知道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娃娃探索系統 他有更改 多了三個據點 然後 他的難度跟獎勵也有在更改 所以說新的娃娃的探索系統會不會 把現在的娃娃系 系統比較雞肋的 一些 系統給改掉呢 比如說你剛進去跌倒就死啊 或幹嘛的 我們就敬請期待囉 然後這一次的那個娃娃探索更新之後他也有新增掉落 比如說神話的娃娃硬幣 然後以及這個新的藍蛙 那這個新的藍蛙的話我們等一下 拉下來會看得到 OK 那這個有新的娃娃出來 也有新的卡池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做整理 接下來就是 這一次開放了新的娃娃 首先就是帕拉丁 甘特跟歐級網 然後以及這個 惡魔的南瓜 然後以及賽尼斯 那剛剛有說到這個娃娃探索新的這一張藍卡 就是左下角這一隻 這一隻的話應該類似迪比斯的 因為目前我的翻譯出來 他的名字是沒看過的啦 OK 然後以及海洋哈維這樣子 我是覺得這個 應該都是稀有的娃娃因為 他目前沒有跟你講說任何入手方法以及屬性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要等明天 我們才會知道他詳細的一些 資訊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新的守護星系統要出來了 那這個新的守護星系統他的 LOGO是跟之前三週年是不太一樣 只不過他的翻譯一樣也是寫說是以防禦為主的 所以我們明天就來看一下新的守護星系統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屬性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韓服的改版重點分析 如果你有任何的消息 心得情報的話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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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Western orad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